我們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自由軟體 因為現在各位應該有發現 雖然我們學校裡面是沒有安裝這個軟體 可是你現在去外面公司公家機關 尤其公家機關一定會有這個格式 為什麼 因為以前大家都用習慣微軟的 走到哪裡沒有微軟 這個世界就沒有文書處理 不行對不對 這樣獨厚一家公司不行 所以現在呢 大家現在都是用所謂的原生的開放格式 也就是呢 現在你只要去公家機關 它一定會提供你至少兩種格式 就是一個可能是這種 Open Office或Libber Office 現在Open Office因為已經沒有繼續下去了 所以後面現在用的比較多叫Libber Office Libber Office 那其實就是原來團隊在繼續延伸下去的 那它的格式呢 這個就是各位熟悉的Word DOCX的 那這個呢就是PowerPoint PPT的 這個呢就是Excel 這樣大家就會比較清楚了 後面這個是資料庫的 這是圖片的格式 所以你必須要去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呢 它 你就算不用它 你也會遇到它 又遇到它 那麼我們也鼓勵各位 盡可能其實你可以用這種所謂共同格式 為什麼 請問各位 因為我們今天做簡報 大家平常用的簡報應該就只有一個 對不對 從小用得到 從來沒有想過還有其他的簡報可以用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希望打破這個範理 那Libber Office其實也是不錯的方式 事實上下面這裡我還放了一個 這個是什麼 Google 簡報 欸 Google 簡報應該大家現在用到機會蠻多的對不對 很多人用這樣的 那你說它到底好用不好用 見仁見智 但是呢 你會發現大多數的 大多數你看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樣的簡報方式 這是微軟沒有的 對不對 它的切換圖片 那個簡報的方式也可以這樣切啊 這樣也OK啊 你不見得一定要做所謂的很多動畫 那當然不可否認就是 微軟的格式動畫的東西比較多 尤其像各位Office 我相信各位會有一個情形 當你在雲端上打開 或用非微軟的打開 應該有些時候會慘不忍睹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很鼓勵各位就是 你可以的話就盡量存成所有的開放文件格式 這樣的話呢 不管我是在Google文件雲端上打開 我用Libber Office打開 你走到哪裡都是共同的 好 那除非說你用的 比如說你可能論文啊 或者是這個試算表 一次有的部分 你用到比較多一些函數的部分 那可能是這些所謂的免費的 沒有辦法提供的 那你當然知道 你選擇微軟也是一種方式 只是說呢 一般絕大多數 我們大概95%以上 你用的功能應該是都是共同的 這是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所以像以我自己電腦來講 我現在電腦還真的沒有裝微軟Office 好像也還可以過得蠻愉快的 哈哈哈哈 還是更愉快 對對對還是可以活下去 所以沒有微軟還是好像還可以 做一些都沒有就比較難過一點 哈哈哈 但是至少Office這一塊 我們可以 就是大概95%以上 我們大概會去用到 OK OK